我下面呢 比较是跟大家看一个 那些上语行为的内在的机制 刚才上师讲外面的很多一些客观的 印象很重要 但是他也说 我们处理这些上语行为也要 不只是处理行为 而是要处理他的性格和关系的问题 我基本上是根据Gerald May 这位经过世的一个美国基督徒精神科医师 他对灵修 对心理补导都蛮有研究的 他很有 到今天我在看他的书 还是觉得很有启发性 他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平凡的 你跟我都可以诚意 都可以诚意 他怎么分析这些背后的问题呢 我会下面慢慢给大家再解释 他说 我们有两个很基本的需求 人 每一个人都会有 首先是一个灵性的渴求 我们都有一个灵性的渴求 人人都会有 但是不一定是说那个人会追求上帝认识信仰 不一定是用那种方式出现 但是他可能用别的方式出现 他可能要跳出那个夹载的小我 追求完满 追求完全 追求实现 追求实现 希望爱人也希望被爱 那种走出这个简单的自我中心 与他者 那个other 那个可能是大 后的other 有一种连结 连合 把自己交付出来 跟一个更高的实体 一个比较或异议 有一种联合 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种灵性的渴求 把自己交付出去 跟另外一个个体 可能是另外一个 以他更大的一个个体来连接 这个是一个人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渴求 我们活在这个小我里面 只是觉得太孤单 太不足够了 所以我们需要跟另外一个他者来连接 在基督教 可能说这个就是上帝 可能不同的信仰 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讲这个上帝 第二部分就是讲到 人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依附的需求 我们都需要跟其他人有关系 简单来说 那个依附的需求是 就是feel felt feel understood 我感觉到你 我感觉到你 感觉到我 我感觉到你明白我 这种是 非常基本的需要来的 在现在很多人 很多基督教 时尚主导 都用的理论 就是attachment theory 那个依附理论 他会跟我们说 我们依附的需要呢 就像呼吸那么重要 我们需要跟人 一个很实在的人 有一种接触 被他了解 被他明白 我们讲信仰 讲灵性 也讲辅导 辅导是比较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两个关系呢 其实呢 我们发现在在灵性指导里面 主要是讲人与神的关系 在辅导当中是人与人的关系 这两个呢 好像是一个同版的两面 很相关的 今天我们知道 在神经科学里面呢 已经越来越有更多的证据 让我们知道 原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呢 可以让我们有一种 叫做一种趋产素 Oxyptosis的产生 如果发现那个人 另外一个人 跟我同频 他明白我 我明白他 我们有同样的理解 对一件事情 我里面就会有这种 摧残树的产生 是非常快乐的 你可以想象一个图画 就是一个妈妈 跟一个小baby 大家看着对方 然后妈妈笑 小孩子笑 大家笑着 我看到你笑 我又更高兴 我看到你看到我笑 你高兴 我又更高兴 那种 那种画面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就是这种的互动 那个互动的加成的互动 越来越加成的一种快乐 在这个关系的里面 很多人不需要 我们从小 每一个小孩子 都有这个需要的满足 也需要这样玩 所以王妃很多年前不需要一首歌 里面不是说 你快乐 所以我快乐 这样子 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 音乐坛的时候 这个也在发生了 治疗师跟来访者之间 就这样发生 这种相似而笑的一种 家庭的喜悦的互动 今天可能这种互动 变成说 我跟手机的互动 社交媒体上面 可以让你感觉 哎呀 很多人 很多人 给我赞哦 很多赞就想象 我变成有很多粉丝在追踪我的 我的那个Facebook 那你就要觉得非常的兴奋 那个想象力很厉害的 产生类似的一种神经心理的效果 可是那个人 如果他 好像刚才上一师说的 如果他平常跟人很少的互动 甚至没有什么接触 只是上网 有这种网上的社交行为的话 你看到他跟人的相处 可能都是畏缩 你看到他谈话的时候 他眼睛不会看着你 是看地面 对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 那种社交的摩托 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 好 什么是诚意 诚意的定义呢 我简单说一说 不好意思 今天没有power point 但是 Jerome 是这样说 他说成瘾是发生于人内在被驱使 去将力量给予什么呢 给予那些并非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 你内面一些趋力 驱使你 把力量给外面一个并不是你真正渴求的东西 我用另外一种原说就是 上瘾行为就是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去获取爱 当你得不到真爱的时候 你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去获取那种爱的厌品 假的东西 不是真的爱 我用Jerome 的话翻成中文 他说成瘾就是一个强迫compulsion 着你obsession 或被占据preoccupation的状态 强迫着你被占据的状态 去奴役一个人的意志和渴望 成瘾转移了和遮蔽了我们内心深处 对爱 最真实的 对爱的渴求 对良善的渴求 成瘾遮蔽了 转移了我们内心 其实我们是需要对爱跟善良的渴求 所以我在说 从Jerome 的角度看 我们上次用错误的方法去获取爱 在你得不到爱的时候 用扭曲的方式获取爱的厌品 在精神分析里面有一个学派 叫做object relation 刻底关系理论 我们人总是要有一个object 有一个刻底跟我们互动的 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的话 拿一个手机也好 没有疑惑也好 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要有一些东西跟我在一起互动 好 下面要问大家有问题 哪些人比较容易被这种成瘾所吸引的人 虽然我不是做很多那些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的个案 但是发现其实我们平常人多少都有这种行为 那种逃避型医护的人比较容易 那种人可能他没有太多的情感流落 他也不想你跟他太close 走得太近 他要跟你保持距离 但是他又想跟人有一些的接触 那些社交媒体就最好 刚刚好碰触到你给他一个like就够了 我就觉得很好了 你不会跟他太近 你跟他太近我就觉得很不安 很不舒服 那些逃避型的人 比较容易将人际关系物化 objectify 接着上网的行为在社交媒体上面 去花很多时间 或者用工作 拼命的工作 workaholic 购物 高谈破论的谈自己 很炫耀的成就 那些都可能变成他善意的行为 这些是逃避型的人 还有一种人 在现代社会里面越来越多 可能台湾也有人在研究 就是那种自恋人格 那是谁 我这里讲一上面没有问题 不只是现在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 所以我不懂得怎样跟你拉近相处 互相了解 还有就是我们越来越自恋 在自己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空间里面 激烈的人格成长 如果根据coholt self psychology的了解就是 那些人通常的成长 是比较严重的那种 当然有比较健康的自恋 比较严重的那些呢 他从小的成长是很可能 长时间缺乏与人有亲密的互动 长时间没有人陪 没有人跟他谈话 没有人明白他 没有人肯定他 各位朋友 当然长期在这种状态的里面 只是一种trauma 心灵的创伤 你没有伤害他 直接的伤害他 用言语用暴力 这个对他也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他的内心深处有很深的孤独 如果你真的约谈过这一些朋友的话 他里面会觉得 为什么人家不会理我 为什么母父母不会理我 因为我不好啊 他里面前一生有这种想法 很羞耻的想法 然后羞耻感在里面很深很深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自我很脆弱 你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 所以别人一句话 一个你的like少一点 在facebook上面 少一点赞的话 你就崩溃了 他自己不想碰到自己内心里面 那种孤独感 羞耻感 没有价值 那上以行为就可以让他自给自主 持续的自我感觉良好 不用碰到内心深处那些伤口 那可能你会说 很多人也不是这种 我们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在attachment theory里面 还有其他的类型 对啊 我们有其他的类型的人 其他类型的人 他们也会有上网的上母行为 不同的就是 其实这些其他的 种类的人 他们比较想跟人有接近的关系 比较想比刚才那种更想 只是过去很多的经验 让他知道 要很小心 因为走得太近 我会伤到人 别人会伤到你 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交媒体 在美国有很多人很懂得操控 操弄这种 让你得到战的时候 你就里面那个dopamine 那个多巴胺就会分泌 你就觉得很快乐很快乐 所以Facebook的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操弄了这些科技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他们里面的员工 他自己禁止自己使用Facebook 用很多的方法 我可以让你们上瘾 但是我不要上瘾 我知道这个东西会上瘾的 他用很多方法 在手机上面叫做团队 提醒他不要碰这个手机 不要上Facebook 否则就欲罢不能 所以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怎样去reconnect 重新再连接这些人 更亲密的和这些人建立关系 无论他是逃避型的或不是逃避型的 我们都需要重新再学 在当代这种社会 这么疏离的社会 重新再做一个人 活着像一个人就是 他懂得听 懂得回应 讲是讲得很简单 我以前做牧师 在堂会里面做牧师 用大部分时间是讲话的 今天已经讲很多 但是我现在平常 大部分时间是听的 一个约谈你知道 我讲的话不是很多 大部分是他讲的 我就听我是问问题 这个很重要 有很多人就是 要每个礼拜 在香港有很多人 就每个礼拜要找 至少是 谈他心里面的问题 要花钱 原来这个 是这么昂贵的 在一个大城市里面 找一个人听你的话 听懂你的话 感觉到你的感觉 是那么昂贵的事情 可能台北也差不多 看你的眼神就知道 如果我在请你呢 现在呢 我们稍微慢下来一点点 慢下来一点点 我给你做一个想象的练习好不好 所以叶老师是比较健康的 像我和你的话 就有说 教人啊 做什么 我还有价值 这两个小时不是浪费了吗 这个我是谁 这个里面讲的我是谁 这个Being 在这个当中 什么都不做 都可以很安逸的 很能够陪着这个 没什么事情做的这个自己 不容易哦 因为我们常常都Doing Doing something else 就很多的事情 才觉得有意义 我下面要讲一个呢 是不是要深层一点点 可能你会觉得 你怎么讲讲远 要讲人类的欲望的问题 因为上瘾本身讲的背后 是隐藏着人的欲望 人的渴望 我想引用亚里斯多德一句名言 他说人类人类的欲望 本身是不能被满足的 但是大部分人偏偏要去满足他 我们不能完全去满足我们的欲望 但是我们偏偏要用进方法 要完全的满足他 我尝试这样去理解他这句话 Jerome 刚才我说的那个精神科医师 成瘾是因为人类去控制 原本是不能控制的 哪里捉摸的 捕捉的那个渴望 我们为什么要成瘾 成瘾就是这种做法 就是让我们去控制 那个原本是我们不能控制 很难捕捉的那个渴望 我要把它掌控下来 所以你用上瘾的方式 然后下面要讲 就讲到这个关于爱情 和渴望和渴望 和渴望 和渴望之间的那种差距平衡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一个人 或一个东西 你心里面还会很渴望的想要它 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如果你会好可想的 要那个已经拥有的东西吗 我已经有了 为什么还可想它 都放在家里了 对不对 金木长焦了 所以你还什么 我刚才这样说的时候呢 我特别讲到的是很多一些婚外情的问题 性的沉溺的问题 有很多这些 背后可能都是为了爱 追求爱 可是用的方法 是一个一般人觉得是不好的方法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心焦虑 我们怕失去 我们渴望拥有 我们要管控那个人 可以管控那个人 他不走 他不会喜欢另外一个人 会让你安心 可是呢 这个代价是什么 我们慢慢失去了乐趣了 你懂喔 现在年轻人说 我们要结婚啦 同居啦 同居就好啦 结婚是恋爱的魂牧 因为婚姻的爱情追求的是 追求的是 安全感 可预测性 负责任 守规矩 你努力满足了这一切 那个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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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渴望就没有了 可能看到很多 你身旁的 一些朋友的婚姻 很安定 相当的可以预测 但是好像那个趣味就没有 你懂我意思喔 我现在讲这个呢 是根据Esther Barrow Esther Barrow 这个是美国一个Belgium 比利时的一个婚姻专家 那个官员 他比较love and desire desire 这个渴望 讲求的跟love很不一样 讲求的是冒险 旅程 不是终点喔 结婚不是终点 这个旅程 要新奇 要刺激 要神秘 要创新 难听一点呢 可能是出轨 政治越不正确 越好玩 你懂喔 你往往在你意料之外 才好玩 所以 往往在一些个案当中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 一些婚外情 发生在那些非常守规矩的人身上 非常守规矩的人 或者是太太太太 或是先生 可能甚至他是基督徒 可能甚至他是基督徒 容许我这么坦白可以看 好像某一些渴望 只有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才可以实践 这个并不是你的配偶 好像很可怕 我把这个 有点残酷的图画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精神分尸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真相 他怎么面对 我给大家一个图画 我要跳出来 我说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精神分析里面看 就是母亲跟孩子的关系 当你看到那个 两三岁的小孩子 他会走了 他去探索这个世界 妈妈在旁边看 孩子跑到很远的地方 回过头来看 妈妈还在 妈妈说 我在啊 你继续玩 放心 我在这看着 小孩子玩得 辛苦了 累了 回来喝点水 吃点东西 再出去跑 他觉得很安全 跌倒了 妈妈会在 放心 知道妈妈鼓励我 去探索这个世界 这种是一种 比较好的衣服的关系 有的有关系 但是那个妈妈很安全 容许她出去外面探索 不要抓住她 可是有一些妈妈 不是这样子哦 很多人都很糟糕 她去那么远 不要去那么远 赶快回来啊 很危险啊 有很多小孩子 因为妈妈担心 就是可能环境病 并不是那么危险 只是妈妈 太担心 太担心了 好了 我就牺牲我的自由 就留在你身旁 寸不不已 她好像把自己 一部分的生命 奉献了给 这个母亲 如果这种是爱的话 第二种 这种小朋友 成长的 关系的里面 就没有desire 没有渴望 没有渴望去探索 这个世界的动力 没有觉得活着有生命力 她只会觉得 人生是很大的重担 第一种的小孩子 非常的高兴 在外面经验有新的 回来跟妈妈分享 妈妈也跟她一同的高兴 你做到这个 妈妈与你在这里等 有时候我会想到 浪子护士那位父亲 十一时间 等着她回来 我们人 我们特别是成年人做父母 我们很害怕失去 我们有那种 失去的教育 可能背后是 可能是我们早期的创伤 可能是我们里面 有个受精的小孩 但是也可能 那些是隔代 转过来的创伤 可能是你父母早期的 在家战乱的时候 受到惊吓 可以把这种惊吓 转给太平盛世长大的孩子 在台北有眷村嘛 还有眷村嘛 变成一些古迹了 在村长大的人 我相信你们一定知道 什么叫活在一种 焦虑的当中长大 尽管可能社会相对的平静 性的成立和分外情 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人用操控的方法 去获取本来就不是可以掌控的爱情 说要脱离性的成立 脱离婚外情 当然我这里不是教大家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那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我们要懂得维持 一个婚姻关系里面的两种的需要 就是爱情的需要 渴望的需要 一个需要安全 可预测性 责任和谋 一个需要保险 升旗 创新或出轨 不一定出轨 而是创新神秘 所以我说 有什么 是乌路 有两个 没有做为人的本分 接受我们是人 不是上帝 你不要控制 接受我们的心 这就是我需要另外一个人 这个other 一方面可能是上帝 大欧的阿伯 另外就是一个 我另外的一半 另外的一半 我们要学习 信任他 不是套恼他 相信他 他有他的自由 他如果真的爱 他一定会回来 感觉到这个关系的美好 他一定会在 他不会忘记 人生 我们总有一些 不能控制的东西 你怎么要学习 相信别人 信靠上帝 第二样事情 可能这个稍微比较大胆一点 就是 Esther Barone提出一个 就是 我们要 重燃我们的想象力 他用那个想象力 他是用 渴望的想象 erotic imagination 我不把它翻成情欲的 imagination 他里面有一些很正面的 或是渴望的想象力 这个怎么样理解呢 对他来说 真正能够脱离那些不正当的性的关系 甚至说是成瘾的行为 关键就是 学懂 怎样跟渴望相处 而渴望里面有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你要懂得使用你的 imagination 想象力 这个我相信可能是华人教会里面 太不被鼓励的东西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想象力是 你身体上面可以互相碰触 你只是想 跟那个人在一起 已经可以给你很大的满 不需要有肉体的关系 人的想象力是可以 发生很多的事情 你好像经验到真的发生了 你好像给你很大的满足 但好像外面看 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你懂我意思 你什么都没有做啊 我什么都没有碰到你啊 都是想象力所连接的另外一个关系 我在这里讲的特别是讲到关于 不一定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欲 不一定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在文学 诗 在艺术 在电影 都会使用这种的空间 这种想象的空间 很多人现实生活不能满足的 在故事的里面 间接的得到满足和疗愈 如果是一个非常受压制的一个社会空间的话 如果没有艺术文学的空间的话 人的心就根本不被疗愈了 当然信仰 宗教信仰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 只是在我们华人教会 在信仰上面呢 我们有时候可能守得 这方面守得非常的紧 我们这些艺术的想象空间呢 会说这些是虚假的 不属灵的 所以让很多信仰内是偷偷摸摸的去接触那些 文学啊 艺术啊 电影 带着旧旧感呢 去想用这些东西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想象的东西就是假吗 有没有我们觉得 五官可以接触到的东西都是真的 可以摸的都是真的 是吗 就是这样子吗 这种physical的真实 就是唯一的真实 脚踏实的就是唯一的真实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 没有想象 这栋大楼不会存在 宇宙光不会存在 懂得 很多宣教职堂的计划 都不会实现 基督教信仰 一直告诉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 比看得见的东西更加真实很久 保罗说 原来我们不是姑娘所见的 哪是姑娘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当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我喜欢看童话 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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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里面有一句名言说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s 真正重要的东西 眼睛是看不见的 基督教以及犹太教 整个信仰的传统 本来就有很多想象空间的东西 不晓得改教以后什么都不见 犹太的拉比 解释律法书的时候 他们的口传的传统里面 留下很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的一些故事 重新再演绎旧约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 给犹太人在被掳之后 亡国之后 他们有对自己信仰 对上帝有重新想象的空间 那些都是台湾有很多这方面书的一些翻译 古教父对于解经 不只是字面的解经 还有灵异的解经 这个华人教会稍微 在小群教会里面 我们慢慢也会有这个传统成绩 现在很多新教的教会都会接触 一个中世纪的耶稣会的灵修方法 叫圣义纳绝神超猛 现在有不同的新教的信徒也会学习这一种 这个是用很多想象力进入到福音书里面 经验在福音书里面 你闻到什么看到什么 好像真正发生在现场 你在现场看 你跟耶稣互动 想象耶稣就在你面前 跟你讲话也好 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 你就跟着他 可以有一些对导的时间 我们现代人失去了想象的一种能力 我们以为这样子 我们才是朝踏实地 但是我们的信仰生活 我们生命就越来越枯干乏味 但是小孩子还保留着 他外有很多童书 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小孩子还保持着这种 对想象空间的相信 他比我们更容易相信 那个看不见的空间 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大人 那个奥秘就隐藏起来了 但是吴教父也要提醒我们 小心运用我们的想象力 免得被我们自我中心的滥用起来 满足我们的偏情 让我们越来越离开上 因此圣音那觉神操里面提醒我们 要回到原则与基础 就是人是为什么要受造的 人的受造的目的 圣音那觉写 就是为了赞美 尊重 无视上帝 这个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 所以当我们知道 我们要用我们想象力 并不知是求 不只是求一时之快 最终乃是要把我们引导到 我们手造的目的上面去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凡事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事 我总不受他的耍制 我知道赞助当中有很多是 这张心理师 相信也不同的治疗的取向里面 都使用到想象这个地方 圆形治疗我知道有用 圆形还是圆形 圆形治疗 Gastop 我知道 Inner Healing 内在医治也会有用 我用的 现在我用的 比较多的就是动感疗法 AETP Accelerated Experiential Dynamic Psychotherapy 可能这个在台湾 比较少推行 但是这个在美国 不同的地方 以至于欧洲英国 现在都比越来越多人采用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治疗性重塑 Petrayal 这个那种的治疗的手法 就是帮助人从现在这个点 回到那个trauma 那个受伤的 那个发生 那个心灵创生发生的 过去的那个时间空间里面 做一些修理 比如说在那个时候 可能是一个受惊吓的小孩 我们知道有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些 在恐慌里面的大人 他里面就好像突然间 到了一个点被出发的 有时候整个人像一个小孩一样 惊吓得不得了 在等啊 然后完全不能做平常人的一种思考 原来在 我相信也不同的治疗方法都会帮助那个案主 陪着他回到过去 在那个时候 用成年人 特别在ATP里面 用成年人的你 治疗师陪着你 甚至说我知道有一些是邀请耶稣 也是基督徒主动的邀请耶稣 也发现耶稣在过去那个时间陪着他 一起在那个地方 帮助那个很受惊吓的小孩 站起来 帮助他 要逃就逃 要 挡架就挡架 要 保护他就有人保护他 在神经心理的研究里面 已经早就发现 我们人脑袋里面进去 去做这个想象的一个治疗 这个 emagine的一个 发生的一个空间 所发生的事情 对当事人来说 他 他脑袋里面是分不出来 究竟是不是physical 在现实里面发生的 是没有分别 那个事情 你倒过来 这个旧的时空里面 所发生的那个医治 可以把那种 在神经里面重新rewire 回到现在 不一样 这个不是纯粹假的东西 在神经科学里面 已经给我们有证据了 可能我们华人教会 太过低估 想象力的正面力量 这个我相信是 上帝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礼物 对于对抗成瘾行为 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到最后 我想要说的是 我们每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上瘾的人 为什么呢 马丁路德在谈论到 第一条件的时候 他说 我们这第一条件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这什么意思呢 马丁路德说 我们应当敬畏 亲爱 信靠上帝过于一切 我们一般人 虽然都不一定是在毒品 酒精上面整饮 但是可能呢 我们在别的地方 可能是为了权 为了名 为了工作 为了金钱 今天上一师讲 食物可以成饮 工作可以成饮 运动可以成饮 跳舞可以成饮 还有一个taining addiction 晒太阳都可以成饮 性的成饮 shopping shopaholic 也可以成饮 当然那个 现在没有很正式的 这些的 被归纳在 在第5号里面 成为一个正式的枕头 但是我们知道 当那些人有这些不同的成饮的时候 身旁的人就会投诉 为什么你都花那么时间在那边 如果他有一点点的清醒 他都会觉得 对呀 好像我其他地方都没有照顾到 那些东西都让他在那个 comfort zone 那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 而且很高尚的旅游 我是电竞是一个专业 我工作是为了养家 我做运动 做到上以下也是为了健康 有很多很高尚的理由来防卫 到最后就好像上以师所说的 这个失控变成失能 我们都有这个机会 如果我们真的坦白一点 没有一样事情 不会造成一种吸引 我们多么容易犯错 让我们留在那个安苏的区域里面 过于上帝 过于我们与家人的亲密的关系 这个是多么容易犯的错 当这种依恋 在其他的真爱以外的东西 成为习惯的时候 要脱离就很不容易了 就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步伐 在独处当中学习 与自己亲近 与上帝 与你身边的人亲近 这个是我的结论 请问和谋是什么意思 和谋 它的英文是什么 和谋就是conformity 就是跟着别人的要求 和外面的要求 你要什么 做什么 老师可以再问一个吗 可不可以就你的个案经验 来分享说 如何透过这个所谓的 这个portrayal 这种做法 想象力这种做法 在你的个案里面 你是怎么帮助的 谢谢 要详细的讲 不是详细的讲 就是说 你怎么透过这样的方式 这种治疗方式 去帮助一个 不管他是基督徒 或非基督徒的求助者 好 谢谢 谢谢 没问题 这个呢 通常 我们要经过很多的督导 要犯过很多错 我们是在ADP里面 是要拍片 得到那个案组的同意 我们拍着 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断的检讨 那些很细的 很细微的技术 简单来说 就是说 要首先在你面前 有一个成年人 他自己里面 有一些受伤的部分 比如说 有一个可能是一个 刚才我说 受精的一部分 可能一个受精的小孩 另外可能 也有一个 一部分可能是 愤怒的一部分 可能一个大人 可能有 愤怒 这些不同的部分 我们需要 请他去 感觉到 这个存在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里面有 但是我们没有 很觉察到 这个有一点 它背后的理论 是 我知道有不同的理论 也有描述到 Internal family system 也会讲到 这些 我们里面有 不同的区块 不是自我分裂 我们有不同的 自我的状态在里面 不同的自我状态 有它的不同的功能 特性 不是人格的分裂 不是多元人格的分裂 不要想得那么 那么严重 但是首先要先 感觉到 分出来 就是我 这个现在 这个我跟他 有没有看到他 有没有感觉到他 最起码就是说 他要有一种 同情心 感觉到他很惨 我想要帮助他 有时候当那个大人 看到他可能不觉得他很惨 有时候觉得他 活该 他就是这么糟糕了 不要理他 那我们不能做这个 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 它里面没有 我们说那个是没有 action tendency 那种情感 那种爱 那种 compassion要足够 以后呢 才可以 陪着他进去 而且呢 我们说 有attachment fee 在里面 就是一个义父理论 要最好有一些 他信任的人 可以陪着他 想象的时候进去 包括什么 他可能是 以前邻居有一个 很疼我的爱意 这份他可能死掉了 想起来 也是一个力量 我相信这个 在信仰上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 就是说 那些爱的经验 早就在我们里面 只是我们没有把它activate 活化出来 用出来 能够让那个人 使用这个资源 进去原来过去 有这些人爱我 如果你是他治疗师 他愿意的话 如果 我陪 我这样陪着你 进去可以吗 你问他 那我好啊 我也需要你 有些人是 老公也带来 妈妈也带来 不同人也带来 给他一种支持 这不一样呢 他整个人的心情 觉得很壮实的 以后呢 他再进去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把那个 你先伤害他 他再绑起来 也可以啊 批趴地打他 教训他也可以啊 那个都可以发生 就让 那里面可以做一些 以前没有机会 做的事情 再回来 这样子 当然里面有很多 很细节的一些东西了 所以 不要乱做啊 如果没有 你没有 只要不要乱做 会被告了 还不能个案是一个被性侵的小女孩或小男孩 这种方法能做吗 有啊 有啊 有没有用过的 有用过的 到最后还是要成熟的 我们知道这个过程 我们需要被常常被督导改善的那些技巧 以至于那个问题比较少 他们其他的问题 其他人好像很沉默的 如果你不同意 我也可以说的 没有关系的 我不一定对 老师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在后面 有一个讲义 有那种声音 讲义那个地方写说 ABB的治疗性重塑啊 是重塑的 当事人的哪一部分 哪一个部分 要做治疗性重塑 是整个人 全人 还是他的性格 还是那个情绪处的方式 通常是某一部分 看里面一部分的自己 可能不是 我们不是每一次整个人做的 可能要做不同 每一次做不同的部分 也说不定 但是你做好某一个受创伤的部分的话 也会影响到一个人 总体的功能这样子 所以通常我们那个目标很清楚 是哪一部分的他 可能有时候我们处理 那个是一个羞耻 很羞愧的他 有一些是很 lonely 很孤单的他 要去走去陪着他 偶有个案是进去陪那个 坐在一个角落哭的一个小女孩 去发现他 从来 从来他也没有 没有这样子对待过自己 这个是一个我跟自己的关系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一部分 没有 没有被看见 知道 没有被看见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今天我看到他 他暗主也看到他 甚至说说 比较像是耶稣也看到他 他暗主会跟耶稣也看到他 一起来关系他 走进他 在旁边守护着他 尽管他可能不讲话 你在旁边 把我们的爱的能量 把我们的温度打给他 等候他 要惊吓到他 他有很多很细微的 很温柔的一些步骤 要很慢的 做得很慢的 很细的 所以老师您讲 这条信重述是 尤凯教牧资商的一起做 因为您是牧师吗 教牧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要看那个当事人 如果他有信仰的话 很自然的 就会把上帝这一块 信仰那一块 引用进去了 但是我不晓得 每个人定义 家母资商都可能不一样 如果你治疗的 那个approach orientation 那个治疗 每个人都有 背后的架构 再加上信仰 所以那个可以是 很多元的 对家母资商的定义 请问前面 请问一下 今天是变大 点子的低迷 老师 因为什么 非逃避行或 非拒绝行 依附 可以再多解释一点 这个部分是 只关于什么 那些人 可能就是讲 大部分是你跟我 那些比较那么 没有那么逃避行的 没有 我相信 也许我这样想 这么乐观 你们来的都是很关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很愿意去关心人 所以都比较不是那种抽离的 有些人是很抽离的 我这很简单 我没有时间把那个 义父理论 那四种的不同的一个 一列的组合 讲得很清楚 但是简单来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成瘾的行为 只是我们逼这个 非逃避行 非拒绝行的义父的话 我们可能比较有一种 比较多一点的矛盾 就是我们愿意亲近 也害怕被伤害 也害怕我会伤害人 简单是这样子 当然也有一些是 比较安全的 Secure Attached的那种 它可以比较不需要用 如果常常活在爱的里面 比较不需要用那些东西 但不必要表示说 那些电脑啊 其他的不同的手机啊 东西不会吸引它 都有机会会吸引它 因为它的设计的本身 就是要让你上演 还有五分钟 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说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说就是孩子 他本身就是像你刚才讲说 他长期被忽略 因为广不成疑 然后现在就是没有去学校 然后我是因为他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然后我是觉得说他因为一直被忽略 然后想说那现在我要怎么陪伴他走 所以我不会讲 谢谢 这个很大的课题 但是我不敢说教别人 因为在那个主经 你是他的妈妈应该是你比较清楚的 但可能我会 如果我猜了 如果我想像自己这样 我会多一点观察他 去感受他 先不要说给他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是 我发现我身旁的父母就是 我们聊太多我们的主意 我们的agenda 我们的议程 我们想要他什么 这个才对你好 我想暂时跟那些都可以放下 暂时放下去 听他感受他 你在做什么呀 你在上网看那个什么呀 可以告诉我吗 我们都把那些 那些我们对和不对的东西都会拿走 比如说我认识一对父母 那个女儿喜欢看Lady Gaga 女神卡卡的那种 基督徒的父母看到 哇你看他这样穿衣服 你可以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没话说了 没对话 你看他那什么有趣的地方 可以告诉我吗 让我可以跟你一起看 这样子 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他所看的 原来那个女孩 他喜欢那种创意 那种活跃 那种生命力 那种创造力 吸引他 不是他那种 好像做得很烂焦的那种行为 不是那些重点 所以聆听了 三点 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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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好 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老師請問一下,我有一個朋友,就是剛剛講到那個衣服關係 我們發現常常在群庭裡面,就是群庭 他一個人會坐到旁邊,然後我們可能叫他過來他也不要 有時候又說我們沒有領他,那像這樣我們應該要怎麼跟他來互動 就是太靠近他又想要抽離 對啊,所以為什麼有時候看到坐前面座位沒有人坐 教會裡面,我們千萬不要,你們不坐,我們拿走那些椅子 就讓你們變成前排,要逼最後面坐前面 我現在已經不敢這樣子,因為我要學習尊重每個人那種距離感 就好像我的一些個案,有時候我很想坐得比較靠近他 有時候有一些男生說,你這麼靠近我幹嘛 我很怕,很怕你這麼的情感 沒有一個男人可以走得那麼近 我就跟他調,這個距離可以嗎?這個距離你OK嗎? 這樣子,我盡量拿到那個最好最舒服的一個位置 當然我也不要太遠了,所以就不斷地測試,不斷地去問 留心他的一些非言語的一些眼神的態度 有時候他不會講,但是身體不會說謊的 多留心,所以除了聆聽就是觀察,觀察,觀察 好,時間到了,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